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一马看上去十分简单 但它却是元代大画家赵孟甫一生最得意的作品 也是元代人物安玛画的代表作 乾隆皇帝对这幅画十分喜爱 将其收藏在乾清宫中 1924年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以赏赐他的弟弟溥洁的名义 将这幅画偷运出宫 任其图从此经历战乱 命运坎坷 在此期间 它被什么人收藏了呢 又是怎么回到故宫博物院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幅任其图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人其图 长52厘米 宽30厘米 画作构图简洁 中间画了一个文人 身穿红袍 直边骑马 一态雍容 跨下骑马 彪肥体壮 举步欲行 整幅画为了突出人物和马 没有画背景 人物以线描为主 笔法细腻 马的造型生动 画上留有赵孟府和十六位藏家提记 清代乾隆皇帝首书 盖有历代藏家印记 仅二百方 显示出收藏家们 对这幅画的喜爱 在传统绘画中 表现马的题材一直经久不衰 不仅因为马是古人耕作 出行 征战的重要工具 同时呢 马也是奔放自由洒脱的精神象征 正因为如此啊 历朝历代都有画马的名人名作 元代赵孟府就是一位画马的名家 他笔下的马堪称义绝 赵孟府自紫昂浙江湖州人 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孔印的十一世孙 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奇才 深受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赏识 赵孟府好画马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据史书记载 他为了画出马的神韵 常常在马厩里仔细观察马的一举一动 了解马的外形特征 体态结构 熟悉马的动作神态 公元1296年 赵孟府创作了人旗图 以后每当他展开画卷欣赏时 都会爱不释手 他还在画上挥笔提书 意思是说 自己见到寒干的真迹 从他的身上学到画马的精髓 赵孟府提到的寒干 是唐代一位画马名家 其作品有木马图 赵叶白图 在中国漫长的绘画史上 马一直都是画家们钟情的题材 汉代唐代画马最为兴盛 在唐代 擅长画马的名家最多 有曹霸 陈洪 韩干和维延等人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宫廷画家 韩干 宋朝时 因为宋太祖推行 中文轻武政策 描绘马的画作并不多 以李公林的作品最为著名 到了元代 蒙古族人 成为国家政权的统治者 他们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因此特别爱马 画马的人自然就更多了起来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赵孟府 他画的马既有唐代骏马的肥硕俊美 同时又采用宋代铁线苗的表现手法 勾勒出马的健壮体型 生动而逼真 我们看这张人气图呢 它上面那个马这个很简念 就那么几根轮廓线 但是很准确地把马的这个形态给画出来 这个马的整个的一个造型什么的 也非常像唐人 这个 他在另外一张画的一个罗汉里面 他就说过 就是做画要有唐人的味道 要有古意 那么这张画的他也说到了 他也跟唐人来比 他跟唐人唐代的寒干来比 他说这张画画得很像 唐人他非常满意 所以连着提了好几次诗 赵孟府一生画马无数 并有很多作品传世 每幅都独具特色 调凉土 画中马和人都是站立不动的 然而却因大风的袭来增加了画面动感 大风将马踪马尾吹飞 而马依然稳稳地站立 骏马低体型圆魂饱满 张扬出一派富贵大气的精神 这是一幅独具匠心的画马图 也是赵孟府代表作之一 滚尘马图是少有的表现握马的题材 画面描绘一匹骏马仰面朝天 就地翻滚的生动场景 线条流畅充满动感 马尾飘扬显示出细腻的画风 它是赵孟府画马作品中最富情趣的画作之一 秋胶印马图则是赵孟府群马图的代表作 图中木马官赶着石匹骏马持足于野水长堤绿波红树之间 石匹骏马的神态各异或奔腾追逐或徐步缓行 姿态都不相同 每匹马都描绘得生动传神 这幅作品中赵孟府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 是一篇结合山水画人物安玛画特点的佳作 赵孟府是作为元代的一个画家 又是个书法家 当然也是个诗文也写得非常好 所以是一个全才 在绘画上它也是个全才 山水人物画一样都能画 而且画法还很多 它这个画马是它的擅长的一个体材 这个人物画的也很好 但是它的马是更加出名 所以留下了很多人跟马在一块的这样作品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雀华秋色图 御马图也都是赵孟府的传世名作 赵孟府的人生经历十分的曲折 他出身于宋代皇族家庭 元朝初年虽然受到元氏祖忽必烈的赏识 但元朝不可能让一个前朝的皇族施展才华 因此赵孟府虽然满怀一腔报复 却要接受一生不会被重用的命运 他只能寄情于笔宴书画 以低调的艺术风格 抒发他的壮志难愁的苦闷 在赵孟府笔下 那些俊逸灵气的骏马 常常寄托着自己的情感 落笔之处 马匹虽然雄姿应发 却都安静沉稳 表现出千里马不能任意驰骋的含义 四百多年以后 喜爱收藏天下名画的乾隆皇帝 得到这幅仁奇图 他将策划视为珍宝 除加盖自己的多眉喜印 他还在画上提写诗句 神俊固难时 时已贵善欲 乾隆皇帝在仁奇图中 看到了赵孟府怀才不遇的苦闷 也从中读到了知人善用的道理 谁要认识这个神俊的话呢 就相当于就是说 波洛这个善用人 但是他通过画马 这个通过九方高像马 再联系到那个波洛这个智能 波洛也能够这个射马 这样的话呢 他把他联系起来 联系起来 这个就赋予了他一定的 那个所谓的那种 内涵 任其图得到乾隆的青睐 自然身价不凡 他被列为皇室收藏 保存在紫禁城的乾清宫里 到了1924年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以赏赐他的弟弟溥杰为名 将一千二百多件宫中名人书画 倒运出皇宫 这批书画是清宫历代收藏的真品 人其图也在其中 从此 这幅画历经战乱 饱受流离之苦 1959年 著名收藏家丁谢柔 将他所藏的五十多件文物捐献给国家 其中就有这幅人其图 历经三十多年的流散 他终于又重新回到紫禁城 赵孟甫是中国艺术史上 有着多方面成就的大家之一 尤其是在书法和绘画两个领域 他提出的书画同源的理论 对袁明清的绘画影响很大 人其图可以说是结合了 赵孟甫书法和绘画两项成就的作品 是一件传世的绘画杰作 好 感谢您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